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朝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0号星期一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神秘人统帅习近平进卫军 传军界多个重要人士被捕 三中全会前上海邦遭秘籍清洗 美器官移植大会制止中共活摘暴行 护照被扣 中国出境游人数巨匠 这期可能对援助俄罗斯的 中国小银行业发出警告 在今天的新闻播报前 我们先来聊一个健康的话题 三高 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趋于年轻化 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 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 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 高血脂则与肝脏代谢异常相关 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 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 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 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 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 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 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 三高代谢宝 由纯天然成分制成 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 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 改善三高症状 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 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 让我们来听一听 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事 服用三高代谢宝后的变化 三高代谢宝 我由8.0 一个月我就降到7.0 然后三个月后 我就正式进入到6.0 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二世纪三中全会前夕 中共党魁习近平被发现 悄悄调整了禁卫军高层人士 北京是6月6号召开党管武装工作会议 官媒北京电视台的报道提到 会议由北京卫戍区政委诸军主持 这是首次有公开信息显示 卫戍区政委换人 北京卫戍区也被称为御林军禁卫军 负责拱卫京机 拥有精锐重装部队和轻装快速反应部队 对中共来说非同小可 因此虽然卫戍区仅是政军级单位 但司令、政委一直高配复大军区级别 以中将军衔为主 直至2019年底 张凡迪以少将出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开始 才打破高配模式 张凡迪少将目前已满60岁退休年龄 这次接任政委的朱军背景相当神秘 从公开记录中几乎找不到个人资料 只能从北京电视台报道画面中 朱军的军装和奸章来判断 他是陆军少将 香港明报提出 随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于7月召开 卫戍区主官换人引起关注和议论 在2015年军改革中 各个省级军区或警备区改由中共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管辖 只有三个例外 即北京卫戍区和新疆军区 西藏军区划归陆军管理 继续保持战斗部队职能 被要求做到随时能战 近年以来 中共军界动荡持续 稍早前 爆料说习近平清洗中共重要军工企业的 旅美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 6日再发文说 10天前 多年不联系的军企老朋友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赵兰健 这位老朋友透露说 习近平正对中央军委军工部门旗下的军企 集团公司 上市公司 做持续和深入大整肃 包括航天科工 航天科技 兵器 兵装等国防军企 中央军委下派调查组 已有多个重要人物被捕 有人被自杀 甚至也有人遭秘密处决 赵兰健举例说 航天科技集团主管科技审批的万燕辉 已死在中央军委调查组手上 对外宣称自杀 家人也不敢多问 航天科技第五研究院也有一个人被自杀 他的妻子是协和医院的高级专家 习近平对军界的大整顿 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一部分 这会把中共带到哪个方向 会不会促使习近平对外开战 目前备受关注 有分析说 习近平之所以整军 目的之一就是入侵台湾 为自己充身在任寻找支持 吕奥中国作家袁洪斌则说 中共军中和中共红二代内部酝酿计划 鼓动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 目的是借机夺取军权 用政变或军变取代习近平 中共三中全会前夕出现不寻常政治氛围 官场剧烈动荡 专家指习当局通过大力整肃方式 压制党内异动 据报道 5月31日一天之内 就有16名官员被开除党籍 免职受审或被调查等 近期的中共官员人事变动中 相当引人关注的是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明恒 被免去了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职务 同时 江家长期盘踞的上海官场 在近期被密集清洗 中共官媒报道 6月4日 中国传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原董事长李朝昆被调查 6月1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面服务部前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林寿富被调查 这两家集团的总部都在上海 此前几天 中共上海市政协 原常委报秉章 上海市奉贤区统战部 原部长周游华 及上海市国资委 原党委书记白廷辉 分别被立案调查并双开 除此之外 中共上海市纪监委网站显示 从5月20日至6月4日的15天之内 上海还有15名官员落马 资深时评人蓝述指出 在习近平掌握中共权力之前 中共一直处在江泽民以腐败换团结 大家闷声发大财的状况 中共官媒报导称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在6月4日的政协常委会上说 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做强 做优 做大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 5月23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实则强调 改革无论怎么改都要四个坚持 否则就是自毁长城 蓝述指出 习近平上任以后 中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 二十届三中全会 主要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希望之声记者王潇 杨正采访报道 6月1号至5号 美国器官移植大会在费城会展中心举行 6月2号 多位美国政要 法轮功学员和民间组织在场外集会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参与集会的特拉华州州议员迈克尔拉蒙表示 这不是一个政治话题 这是谋杀 必须采取行动反对这些暴行 他说 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当人们意识到这件事的发生 结果将不言自明 活摘器官害人听闻 绝对不应该发生 这是错误的 必须停止 我们需要教育和阻止我们国家的人参与 另一方面 阻止中共的行为和做法 美国宾州国会议员候选人亚伦巴西尔强调 需要立法来打击活摘器官的暴行 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的责任 他说我在此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 确保中共必须对此负责 同时我也呼吁医疗专业人士及相关组织挺身而出 坚决反对参与此事 拉萨尔大学政治系主任马克托马斯说 我们必须停止与中共政府合作 我们应该促使每个国家都对中共实施制裁 中共仍在侵犯基本人权 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的多名代表在集会上呼吁 世界各地的医生必须团结起来 维护伦理标准 拒绝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6月10号采访了追查国际秘书长管建中 他强调 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在东南亚蔓延 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中共对法轮功的一种群体灭绝的手段 它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 可以讲是彻底的消灭法轮功 用活摘器官的手段把你的肉体消灭 所以这比古代的挫骨扬灰还残酷 从没有遇到过的这一件事情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道德危机 而且对人类是出现的危难 各位看到的现在东南亚国家这些活摘器官的事情已经蔓延出来了 管建中认为活摘器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对法轮功发动的这一场群体灭绝 相当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隐藏在桌面下的邪恶 但是它却是一场类似纳粹消灭犹太人 这一件邪恶人类一定要重视起来 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管建中呼吁人们不要去中国换器官 这使助纣为虐 台湾的医学界有一些仪式组织 发动了一场全球各国跨国的一个法律的活动 共同打击防治活摘器官 希望在全球成为一个跨全球的法律防护网 你在这个国家你到其他国家去换器官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管道 是一个不明的器官来源 你回国的时候会受到刑事的处罚 所以这个立法是非常好 那如果全球都形成在网恋的时候 基本上是维护了一个道德 在法律这一层面最低的一个标准 而且也让全世界知道 不是你有钱去中国做器官 罪恶就不属于你 希望之声记者王茜 潘翔采访报道 中国微博网友6月9号发帖说 近年来中国出境人数急剧减少 国外旅游景点鲜少见到中国人 有网友推测 这是因为体制内人员的护照被中共当局扣押 也有人推测是因为经济原因所致 大部分人没钱了 有知情网友透露 不仅是公务员 连医院护士银行的护照也要上交 边外的护照也要上交 出境要先打报告 获得批准 湖南网友说 我们那湖南小县城 机关幼儿园老师的护照和通行证都是上交 内蒙古网友说 我们这边所有老师都上交 我一个三线小学老师的护照都上交了 福建网友说 行政单位所有干部已办的上交 新申办的不批 还有很多地方网友纷纷说 辽宁这边学校高级职称教师 党员一律上交 医院也是 北京普通职工不涉密也要上交护照 深圳医院不少人也被扣着护照 普通的副主任医师而已 山东的公立学校 护照 港澳通行证都被没收 山东一乡镇中学老师对新唐人表示 现在出国越来越难 自己所在的学校 要求有护照的教师全部上交 由学校统一保管 公务员张先生说 我是公务员 离开这个城市到其他城市去都要报备 去什么地方干什么都得汇报 太奇葩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 现在公务员要出国 手续非常麻烦 要通过层层审批 中国某大学老师表示 高校老师的护照也必须上缴 他说不交的话肯定会被处罚 即使你不交 你出去的话海关会直接把护照剪掉的 根本就出不去 今年2月 北京通过修订国家保密法 进一步收紧了接触机密信息人员的出境限制 南华早报表示 收缴护照反映出中共政府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 还有网友分析 除了当局扣护照 中国人出国难 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下行 很多人没钱出行 网友说 以前去旅游的多数都是中产 现在中产返贫了 不失业 有饭吃就不错了 没钱了 财富全套在房地产了 中产阶层返贫 路透社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于6月13日至15日 在意大利举行峰会 预计将向中国规模较小的银行发出新的严厉警告 要求他们停止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预计不会在峰会期间立即对银行采取惩罚行动 他们的重点是规模较小的机构而不是最大的几家中国银行 负责国际经济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 本周对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表示 他预计七国集团领导人将把目标锁定在中共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上 俄罗斯经济现在围绕着战争进行了调整 他说我们担心的是中国日益成为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工厂 明显威胁到乌克兰欧洲北约和跨大西洋的安全 辛格和拜登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籍合作伙伴已准备好利用制裁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来应对中共 包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采取二级制裁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美国政府将宣布针对金融和非金融机构进行新一轮重大制裁措施 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愿对中国大银行实施制裁 而分析人士将这类措施称为核弹选择 因为这些制裁措施将会对全球经济和美中关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 而中国的大银行目前因为担心遭到制裁 已经减少为涉及俄罗斯的跨境贸易做结算 或者干脆放弃了与俄罗斯相关的结算业务 这就促使一些中国公司利用边境地区的小银行 或者使用地下金融渠道 以及遭到禁止的加密货币与俄罗斯进行交易 西方国家官员还担心某些中国金融机构 仍然在协助中俄居民两用物资的交易 《华尔街日报》4月22日报道说 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美方官员希望此举能够阻挡中共当局 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 据悉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多家银行 向莫斯科汇款出现延误或被拒绝 这些延误表明美国的制裁措施 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连锁反应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